小小的保健食品 台湾人一年花在上面的钱 足以盖一栋台北101大楼 根据康健杂志最新调查发现 高达七成的民众都买过保健食品 而且多数是听了朋友和网络推荐就购买 买保健食品就像买零食一样 然而我们对保健食品了解多少呢 保健食品开封后 多久内需十分钟 使用完毕 A 依保存期限 B 三到六个月 汤健杂志调查发现 只有不到一成的民众有正确的认知 譬如说有一些药品 它可能一颗一颗都有铝箔包装的话 那当然它保存期限就不成问题 可能就可以按照 标示上面的那个保存期限来使用 但是如果说是证罐的证品 一打开它就已经没办法再密封的话 这些东西可能最好也是要 譬如三个月之内要使用完 保健食品开封后 这还是一个打底的动作 因为就像盖房子一样 如果你是海沙屋 怎么装潢都没有用 那我们的这些保健食品类的东西都属于装潢 就是加强你这个像房子的功能性更好 技能更顺畅 很多人误把保健食品当万灵丹 以为有病治病无病强生 甚至高达四成五的民众 购买保健食品时最在乎是否有效 但营养师提醒 首先应该要搞清楚自己身体的问题所在 假设我有关节的问题 你要先去理清这个关节的问题 而不是只要有关节的问题 就去吃一个号称对关节好的东西 比如说太胖的人造成的退化性关节炎 如果你不减肥 你单靠这种营养补充品 其实效果不好 其次购买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是否有完整的标示成分 制造厂商等资讯 万一买了太多瓶瓶罐罐 不知道怎么吃 就该请教药师或营养师 找出自己的购买盲点 特别要提醒一点 如果你原来有用药 你可能要再跟医生再确认 因为有一些保健食品 会跟药物交互作用 可能加强那些药效 所以你可能像血脂的部分 会降得太低 或者甚至有一些副作用 包括像肝脏的问题 可能跑出来 保健食品吃错反而更伤身 在冲动购买前 不妨先冷静想想 自己的身体真正缺少什么 才能买对不买贵 吃出真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